这条就是牛车水老街之一的中国街 也是以前难来福建移民的聚集地 那虽然现在已经换上了新面帽了 但是呢周围的老店屋 依然蕴藏着丝丝的怀旧情怀 中国街早期有很多的街边小贩 可是后来面临变迁呢 所以没有办法嘛 很多的传统美食就开始消失了 不过幸好还有几件老字号呢 是默默地坚守着的哦 就像我手上这个马蹄酥呢 是这条老街的骄傲了哦 经过八十多年后啊 依然令人难忘 那我们要快点去寻找他的足迹了 好 走吧 一提起福建传统糕饼 老一辈的人便会想起陈福成饼家 他在三十年代便出现于中国街 以美味可口的糕饼闻名 如今已是第三代生意 糕饼仍然深受欢迎 好想不到经过这么多年 这间店还在生产 很多不同种类的传统糕点哦 而且呢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 这里最出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马蹄酥 我知道那个是福建同安的特产 这里呢是现烘现麦哦 如果你来时了吃不到的 因为是限量发行啊 还有哦 做法非常的讲究的哦 我们去问老板 好 老板 你好 老板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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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借人保留传统手工制作秘方 不用积极代劳 老板陈先生年轻便开始帮父亲打理生意 如今已有四十多年经验 老板 你接手做这个 你已经是第三代了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1930 193多年的时候 当初为什么会 他们会想到说要开闭店呢 以前和爷爷在中国有做一点点 就会做啦 可能会继续下去 所以就延续那边的这高铁就带过来 那你有没有想到就是把这事 传给下一代呢 要他们要保持来做 不过我 反正不要啦 因为时间性啊 太长 这样要做老板 很难 你自己心里会不会觉得很 可惜啊 对啊 会不会舍不得 可是会来一点点 这样从爷爷爷存在到现在 会舍不得一点 就没有办法 你是纯手工制作嘛 然后外面有很多就是厂商啊 用机器做的嘛 当然水准方面有差别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也是一个竞争呢 对你来讲 手工的比较好 手工的比较有一种水准啊 因为你机器做它 磨磨磨磨磨也不知道 里面好话也不知道 那有时候你吃那纯手工制作 你真的觉得是用心做 对 可是我很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做 我们可以进去看吗 可以可以 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来 这里的马尼酥全是手工制作 分皮 酥 馅 三大工序制作 相当费工作 老员工的工作经验 都超过三十年 这两个师傅很厉害 你看他们好像在跳舞这样 老板 他们好像很享受的感觉 你们的舞步啊 脚力比较不会全部压在下面 不要借力啦 借力啦 就用身体的力啦 老板现在的马蹄酥的做法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同 以前就用火炭 就是那种砖 吃印度餐 在贴在旁边 现在没有啦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垫 然后我看到这边有一些烘好的 我们可以试试看 很烫啊 里面 要差不多小心一点 七十多年老之后耶 哇 你看里面的馅 嗯 哇 酥酥脆脆 脆脆 哇 非常松软 太阳堂的味道很香很浓 很香很香 其实吃过其他的 因为它很甜 可是这个刚刚好也会太甜 要不然吃了会怕很腻 对 最棒的就是 因为他们每天做吧 自己做 然后你来买的话呢 吃新鲜的是最好的 为什么要叫马蹄酥啊 是不是有一些点故的 马蹄酥是它的名称啊 它以前的饼干 好像也叫马蹄啦 叫弯弯 叫马蹄 这叫马蹄酥 不是Water Chow 哦 因为我一直从小吃这个马蹄酥 里面有马蹄 所以你看真的算了一堂课 好过这些老字号的店 你就知道 有关系的 以前那些马车牛车 现在研发下来就叫马蹄酥 OK 要学做马蹄酥 应该从做饼皮开始 好的饼皮吃起来要香酥 还能耐收藏 看来两位主持人 还是向高师请教吧 老师傅 你在这边做了几年了 33年了 那你已经可以做几个这个东西了 差不多有3,800啊 蛤 蛤 3,800 3,800 所以三十几年下来 你做了几十万几百万个了 他已经把这个老字号的饼干梦 送进多少人的嘴里了 我跟你讲 那你做了这么多年 应该知道最难学的那个部分是哪里 就是后面那个啦 跟这个 对的 是不是 它的馅料 它的馅料很难做 假如是你做不好 封出来 它会包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偷吃了 我就是把它擀平 擀平 然后就这样 放下去 你的手放下去 就是不要给它沾到馅料 然后就一直按 按下去 鸡手要搅 等一下你才知道 我跟你讲 对 之后呢 然后就丢给它 OK 丢给我 就给我 那你就这样嘛 OK 每次我要按一下 然后这样 打开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这样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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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可以吗 不可以捏的 你要这样 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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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包的馅料是这样的 所以是因为我脸皮薄嘛 所以你看 馅外露 这个有得救的吗 师傅 这个是没有得救的 因为要跟它拔起来的 如果好像刚才你所说的嘛 就拿一点那种面粉 这样去补它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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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也会包 因为它没有皮啊 它没有皮 黏住它 哦 所以你讲到里面是糖 看起来好像很多东西 说的糖还有什么 面粉 麻油 通喉 盐 麦芽 咸跟甜配起来吃的还好吃 你太甜 就不好吃 真的不容易咧 这个以前我们教之后 那师傅啊 你弄不好他不会跟你讲 他用他的木棍 敲你的头 啊 你不要敲我的头 对 我不会 现在实在不会讲的 所以如果好像我们讲啦 初学啦 要多久才可以做到 这样可能比较顺手的功能 顺手是要看你个人自己啦 嗯 看你个人自己 看你聪不聪明啦 对不对 在走公司要看你自己的走快还是走慢 那你觉得的话怎么样 还可以啦 还可以啦 好精细啊 这样我还可以了 包起来要这样吧 这老四号八十年来售卖的高品种类多样化 超过二十种 多数是华人节庆或计神所需的礼品 有些也已逐渐消失 在市面上很难找到了 诶 你看老板准备了这个面茶给我们来 很特别 你看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有什么 里面有芝麻啦 面粉啦 然后呢还有葱油啦 很多种配料 然后要炒三个小时才有这样一包 OK 这是什么时候吃的 这不是给baby的吗 不是不是 这个同安人的早餐夜宵 OK 它炒好之后 你只要加热水就变成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试一试到味道 真的啊 像芝麻糊花生糊是不是 真的真的好像芝麻糊花生糊 不只是这个 我们还可以尝一尝这个 这个是叫做新娘糖 也是吉红糕 是无解人 同安人 结婚的时候不肯或缺的一个糕点 它里面是用白砂糖 水 糯米粉 还有一些食用的香精 这个在新加坡已经很难找到了 真的吗 这样要试一下 很香对不对 跟现在小朋友吃的一个软糖不一样 就很有那种传弄的感觉 而且QQ 然后你觉得有点黏齿 黏齿 沾齿 沾齿 感觉挺好玩的 我吃这个就想起我的爷爷 我关乎这家店有四多年了 这里好处 它小小就处了 吃得还真在大了 真的是要吃 我最喜欢来这里的马蹄酥 它很新鲜 又很脆 这里的饼很漂亮 做法很传统 很好吃 老字后的马蹄酥依然获得顾客们的爱戴 它包含了三代人对福建糕饼的认真和执着 希望这条传统之路延续下去 因为这些福建糕饼如果有一天消失 必须非常可惜 这间饼店没有华丽的装潢 有的是朴实的亲切感 还有非常可口的传统糕点 希望师傅的手艺可以继续地相传下去 也希望年轻一代 甚至是社会能够更认识 更重视这样的传统 我觉得这绝对是值得我们去保留的 老字号